屋內竄出濃濃黑煙 大批消防人員趕到現場 破窗拉起水線緊急灌救 三號早上七點 這間老字號牛排館小統一 疑似因為玄關電線起火引發火災 我現在經過來看到有點嚇到 因為這應該是蠻多人都會來吃的 就附近的居民 這間小統一牛排館開業七十多年 店內裝潢走歐式風格 主打西餐料理 受到不少老韜客青睞 是台北相當知名的老式牛排館 就連前總統陳水扁的女兒陳信瑜 和女婿趙建民都是常客 陳信瑜一句那間還不錯 大家去吃吃看 直接捧紅了店家 幾十年的老字號如今被大火吞噬 屋內燒得焦黑一片 已經看不出原本的精緻裝潢 恐怕短時間內都無法營業 很有名啊 我也來吃過 地上一袋袋都是燒成焦黑的廢棄物 火釣科著手調查起火原因 員工也在現場協助收拾 索性無人受傷 而牛排館熟悉的味道 全是滔客的過往回憶 附近民眾感到不捨 但餐廳要復業 也恐怕未那麼快 新鮮魚一句話題報導